新移鄉的味道是非常誇張 但是只有一台可以接送新種人數的巴士 這台巴士也已經老舊了 不過在有一位聽緯米的路數 關鍵一台全新 並且負責看幾個巴士來向新移鄉公訴 解決後插入老舊的問題 來提供新移鄉有需要鄉親 竟然跟蘇西的公平的接送客戶 老順時代替聽緯米的路數 將全新的溫馨巴士上來到新移鄉公訴前 也將他無所奉獻的心意 送給新移鄉來有需要鄉親 公訴秘書也代替鄉長 敬賞感謝鄉來標榮 聽小姐的愛心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推薦 捐贈著陳女士來捐贈 這一台身心障礙的溫馨巴士 那在這個過程 他本來沒有限一個地區去做捐贈 那當然我有推薦他過很多地方 那最後他選擇你們這個新移鄉 他覺得說比較偏鄉的地區 那他這個愛心做得到的範圍會比較有意義 那也希望說你們把他發揮到一個 最大盡善盡美的那種功能 服務到其他的鄉真的是都沒關係 特別的感謝陳女士 對我們新移鄉偏鄉 發揮這個最大的愛心 來照顧我們新移鄉的鄉民 今天陳女士捐贈這個富康巴士 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來應用 在這個身心障礙 或者是獨居老人失能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來不辜負 這個陳女士的用心 新移鄉來需要獨居百姓 再送的新移鄉親越來越多 求求一台老公的車両 豁加載聽緯比率 關進了這台專心 而且負責發揮的獨居百姓 和新移鄉公司 可以提供新移鄉有需要鄉親 竟加數是方便的再送給沒有 其實這個捐贈算真的是很及時 因為我們前面的溫馨巴士已經比較老舊 而且他也常常要修理 所以剛好這個新車來 這個對我們來講 在這個載運我們新移鄉的這些老弱婦孺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助益 就是本鄉鄉民它是具有生臟資格 或是我們65歲以上獨居老人 我們失能的老人都可以來跟我們申請 這個富康巴士 這台專心在這裡安全Session 這麼多轉的運行巴士 一種在新移鄉來進行這三個月 有數個鄉親可以順問 新移鄉公司社會庫 現在今天差不多 讚不讚 讚